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在沙滩上面打垃圾终结 任务开始 不过艳轩的注意力好像在别的地方 这里有好多小鱼 不要管了 你要捡鱼 不要忘了你的任务 我是想要捡鱼 等一下如果我们先捡的话 我们拿起来会麻烦 对不对 太重了我们也先不要捡 我们先往远的地方走 一路这样捡回来 这样才会 踢他这东西过去 好不好 OK 我们先往深一点地方走 不愧是资深队长 小B马上拟好作战计划 带领的队员指导垃圾大本营 你们这队怎么连人家垃圾多少强啊 比赛 传说中的五年级 也古然不是省油的灯啊 积极的态度马上帮沙滩减少很多垃圾 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哇 大家都很爱在那边喝酒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边走边点 这什么鬼啊 塑胶瓶烂掉了 捡起来 这应该也算是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冲上岸的 什么啊 你们知道 我以为是猪肉 听说你今天一早来 其实是蛮期待可以跟小兵一组的 是不是 啊现在呢 有什么悔恨吗 会不会想要说再来一次的话 想要跟小兵一组一起玩比较好玩 听说过小兵从来没有赢过一次之后 我觉得要是我们跟小兵一组 搞不好可以破纪录 对 你的偶像是小兵 今天看到他感觉怎么样 很兴奋 你喜欢他哪里 不知道就是那种搞笑吧 嗯 嗯 要实际的他跟电视里看到他一样吗 差不多啊 电视应该有经过修图吧 嗯 更多有意思的花露迷影 影片都在下面的播放清单里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哦